這個就不太明顯 我剛才也去他標他過 都是乾的 這件事真的有點爛頭 這間屋是後面的後墻 我看不到有窗流下去 我又看不到司令流下去 我和他過來就不是濕的 只有一個解釋就是 會不會有機會可能在那邊那裏來 我們要找人去調查 或者本身這裏就是以前倒過水 長期可能有些東西在這裏有水流了下去 那這些東西剛才那個就明顯 這個就不太明顯 如果我們鋪回不去調查 鋪回地毯 那就長期將來也會有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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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 laten ически 英国物业实现财务保障 已决定在哪里投资美 曼切斯特因多种原因而被受关注 香港投资者属资的包括建设HS2的计划 现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在曼切斯特建造HS2铁路网络 或者是时候考虑其他地区投资 和英国其他主要城市比较 格拉斯哥流价较平但租金回报最高 在这个网课会介绍为什么投资格拉斯哥是个好主意 现在投资未算迟你仍然可以赚取多达10%的回报 想知道如何实现财务保障点击下面连结报名 谢谢你 你可以继续看这个视频了 房子呢 这个就不是那么浓烦 我刚才也去他标他过 都是干的 这件事就真的有点拗头 这间屋是后面的后墙 我看不到有窗那里流下去 我又看不到司令流下去 我和他过来就不是测的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会不会有机会可能在那个角落那里来 我们要找人去investigate 或者呢 本身呢 这里呢 就是 以前倒过水 ok 就是长期可能有些东西在这里有水流了下去 ok 那这些东西呢 很 就是 刚才那个就是obvious 这个就不是那么obvious 那如果我们铺回 不去investigate 铺回地毯 那么呢 就长期呢 以后又会有问题 有时做这些装修呢 是要少少做一些好像侦探那样的 那要 好像侦探那样的 我们要看那个evidence 还有靠个经验做得多 那如果我好像收了这层楼 不同个投资者说 不停地盖地址 那都是解决个问题 他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会的 我不知道第二些疏散会怎样 我们的公司因为最后 是会跟你manage 和跟你去什么呢 我们尽量去防 如果你们有跟我谈过 你们就会知道 我防好个医的 有时宁愿现在给你一些bad news 喂 要多些spend 要什么什么 那长远持这个property 你知道我是encourage你们长远持这个property 因为好像一个business 那你会不会做一个business 赚钱一年就sell了它 不会的 你长远持这个business 是这样令到business值钱一点 和 profit又高一点 那你就长远持这个business 所以我想你们想 物业投资就好像做生意这样 OK?就是长远的 第一 第二 就是要run得它好的 所以我刚才和你们说的那个video 就是给你们一个example 就是我们会做这件事 我不知道其他人会怎样 每个人做生意的ethos 那个principle是不同的 我尽量想这个投资者 买到这家property 是长期收得到 又不会说好像现在放了地毯 然后迟一点 我们不理他 租客又不知道 这样呢 变成了地毯又破坏了 到时又换地毯又换地毯 又换地毯 然后又发毛 搞到这个problem更大一点 OK? 我讲这么多 我叫John 希望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video 让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呢 和我太太Joyce 是 本身是职业投资者来的 我们有间公司 叫Dragon Properties Letting 是帮你去 就是拿回那个property 然后会负责做装修 然后负责出租 然后负责 maintain 那个property OK? 希望你喜欢这些video 记得 给个like我 帮帮我 帮帮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video 如果你是没有追随我的 就是因为YouTube 觉得你有兴趣 因为有别人like了 或者别人subscribe了 记得 给个like 最好给个subscribe 还有按一按 那个notification bell 那个钟仔 OK? 一旦有新video 就会通知你 下一个video再见 拜拜